-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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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看过来 谈病毒也要推出自己专属的会员频道咯 我们正在YouTube会员强烈目击中 每个月只要45元 你就可以不定期的观看会员专属影片哦 里面有什么呢 有老编的时代小故事 少见的军史书籍 还有国共名将的有趣小故事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会员专属的贴图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哦 大家好我是老谭 老谭连续三集做了几乎很少被提及到的 54军来洋战役 也预告说54军还要海洋撤退的内容 这是国军史上第一次的海上撤退 出动了海军的舰艇 老谭过去也做过几集的海军 反应其实很不错哦 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战场吧 国军名将缺翰迁他的整面54师在1947年的年底 他们进行了海洋撤退 这个是交东战役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国军在进行交东战役 最初他的目的是要把华野的山东兵团推到大海 结果没想到打到最后 著名的54军却进入了兵家所谓的死地 三面被华野的十三众给围困 困守在海洋 一个在看战的时候 以海洋地雷战著名的地方 对于这段历史 台湾过去比较完整的介绍其实是并不多 最多只有提到说海军出动了舰艇 成功抢救出54军 陆军一个都没有少 然后枕边54师36旅 他们从海洋撤退到青岛之后 立刻朝来洋前进 拯救胡玉轩的那个加强团 看来这集其实也是可以看作 来洋战役的第四部曲 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独立的篇章 这些过去的军事战士 本身就是一个有机体 他们可以互相的串联 海洋撤退跟来洋战役 其实真的是互相交织 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辟语 就是像麻花卷一样 那我们知道54军在看战的末期 滇西大反攻打得非常的血性 那在海洋撤退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故事 他们那个时候为了要试图图尾 有一位老兵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就是王春风 他有一本回忆录是走过从前 就是这本书 那他在里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描述 他说我们在海上撤退之前 自行图尾没有一次成功 可是造就了一位英雄人物 汤文斌 他说青岛抹日报 那个时候曾经用头条的红字标题 说齐齐齐齐欲反顶 模范英雄汤文斌 在录影之前 特别看了一下老团准备的资料 做了一点功课 发现这些人物在网路上其实都找不太到 对 这样一场既有陆地攻防战 又有惊涛骇浪的海上撤退 到底为什么发生了 其实我们都很好奇 相信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 其实这一段的背景蛮复杂的 我们之后会从头开始做交通战役 会比较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直接穿插到1947年的10月 那个时候 缺汉圈的枕边五十四师 附送房百涛的枕边二十五师到烟台 让枕边二十五师透过海运回到南京去束手 因为那个时候刘登的部队已经进入大别山区 然后枕边五十四师又东奔西跑一阵子 到了10月底 中共在交通的控制地 几乎全部都被国军给占领 只剩下海洋少数的地区 所以海洋也变成了共军主要的后勤基地 存放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枕边五十四师的师部 还有三十六略等等 根据缺汉圈的说法 他们那个时候是奉交通兵团的命令 前去海洋 因为青岛还有白洋之间的交通被截断 粮食补给有问题 所以要枕边五十四师 开赴海洋 接受海运补给 接近海洋的时候 海洋城内的共军毫不抵抗 全部就进撤到西侧的山区 根据勘乱战史的说法 整五十四师 他们在11月1日进驻海洋 没有多久就被掩到奔袭而来的 周治坚十三众包围起来 又是周治坚 就是我们前两集都有提到的 这位十三众的司令 对对 这是周治坚的空城祭吗 其实共军都已经撤走了 国军怎么还会中祭呢 焦东他们是勘战时候是属于中共 他们建立的老区 套一句大陆的术语 你以前跑过大陆应该很清楚 就是拥有优良的革命传统 还有群众基础 华野还有华东 他们有五个主力纵队 其实都是由焦东这一带所提供的 对于这段历史 石正局早年出版的 国军对匪作战失败教训 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就是缺憾圈的五十四军 沿途都有收集情报 可是民众千篇余力的说 共军都已经逃逸 虽然他们也有问号 可是没办法追查 所以就这样子进入到海洋 施展缺憾圈 他在进入了海洋之后 发现到所有的设施都早就搬走 觉得说其中一定有问题 立刻决定说在11月2日回师来养 缺憾圈这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 做出这样的决定 看乱战时他们有提到 对共军作战来说 能够这么样轻易获得到 这样子的战果 这绝对不是急躁 急力的躁头 那这个时候国军的主力 黄柏涛的整二十五十 才从烟台撤回到南京 那其他的国军主力 都在高密等等其他地方 整个态势过于孤立 所以缺憾圈决定说 11月2日立刻要回师来养 等于说国军在第一线的主帅 他其实也是可以自行判断 做出决策 事后在陆军的第五十四军的军史 也就是龙马官僧化丹年那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缺憾圈对这段的疑惑 他说对于奉命进军海洋 最为疑惑不解 因为这里三面环山 一面领海 兵家位之死地 而且共军的跟踪行动 似乎先于五十四军 但他觉得整个高级司令部 这种命令有点奇怪 这里的言外之意 似乎是要强调说 是不是被设计了 或者是说呢 去怀疑这个高级司令部里面有供叠吗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当时的这些记载或史料 其实会发现到说常常都是覆次的 例如1947年11月4日的中央日报 他看起来的说 由焦东来洋向东扫荡的国军 在11月2日继续向海洋附近的成国扫荡 共军呢 望风逃逸 国军卤破共军的被俘啊 卸荡啊 非常的多 接下来呢 中央日报他又刊登说 国军在11月7号进入了海洋 中央日报那时候提到 由焦东来洋向东扫荡的国军 这边指的应该就是54军了 没有错 所以呢 康乱暂时说 空无一物全被搬光 报纸上面写的是 共军被掳获的这个被俘啊 泄弹啊是很多的 这边就已经有一些出入了 是是 然后呢 康乱暂时说 11月2日了 缺汉签要撤出来 报纸却说呢 54军这一天呢 继续朝海洋进发 7号才进入海洋 这个中间真的是很 有猫腻 很吊诡 对对 我其实也困惑很久 后来呢 决定还是依照中央日报 当年的日期会比较合理啊 而且呢 我们过去经常也提到 战争的过程 其实彼此会互相的记录 那围困枕边54师的 13众司令 周智坚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也提到 在来洋的54师 他们在11月1日率领第8旅 还有第36旅 一共5个团 开赴海洋 在11月7日晚间抵达海洋 周智坚他还提到 13众奉命追击54师 他们是从频度出发 时间点是11月5号 到了7号的时候 对54师形成善面包围 展开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海洋围困 周智坚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真的是跟中央日报的说法是比较吻合 那缺翰谦指引说 共军跟踪的行动 似乎先于54军 那如果我们看到了11月4号 中央日报已经有刊登说 国军在2日扑向海洋 所以周智坚如果那个时候就算没有情报 他报纸也都知道了 所以这也就变得非常的正常 难怪在战争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方 其实都会管制自己出刊的这个新闻 没有错 所以我们前面花了一点时间 把时间确定 因为如果不确定 这场战根本没办法打下去 因为还是落差太大 那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时间表 对于重大的时间节点 会依照自己的判断 采用国共两边的某些日期 那如果各位觉得说 还是看穿战士 或者谁哪一边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也欢迎提供资料 帮我们做一些校正回归 新闻跟历史一样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事实地物 在时间上面来说 它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更重要的 总之呢 枕边54是在11月7号进入海洋 第二天一早 54是准备动身的时候 才刚撤出海洋的共军 开始突击外围的警戒部队 看穿战士说 这些共军练战不退 利用外围的高地进行阻击 整54是也起码夺起海洋北侧的高地 重新编组环于阵地 那至于周之间 他提到这一段 他说11月8日是围困海洋的 第一个早晨 从这一天开始 两边展开了三地争夺战 他这边讲的三地争夺战 是要怎么打 要说海洋外围的三地争夺战 我们还是要先耐着性子 先看一下地理 雀汉迁说海洋是一块死地 我们看地图 可以发现到海洋的 它的南面是靠海 北面有神铜山 还有玉环顶 这两座山 当然周边还有一些小山头 那西侧有三个高地 整54是就是从这条公路 来洋进入到海洋 他现在又要走回头路 所以共军也在海洋的三面 这边进行阻击 这样看起来还真的是兵法中的死地 不过1947年 因为已经是20世纪了 所以才有机会请海军支援 最终把54军给撤出 然后再从青岛出发赶到莱阳 可是又受阻在水沟通 所以最后才有12月13日深夜 或许是日凌晨 从来洋突围的胡玉仙 还有刘迪渊他们 这个能够遇到失步的原因 老台一开始提到麻花卷 其实这个酥酥碎碎挺好吃的 用麻花卷来比喻 当然是跟口感无关的 其实海洋撤退跟来洋战役 这两条线同时进行 这是一场同时进行的军事行动 彼此的错终复杂的联动性 前面我们先把时间 跟地理环境搞清楚了 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 虽然有地理因素上面的限制 可是这个是有滇西大反攻 作战经验的54军 为什么没有办法自行突围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 整编54师也就是54军的编制 因为这里涉及到这次的海洋撤退 首先54军他们参加过 惨烈的腾冲战役之后 接种美元的装备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打过腾冲战役 所以整编54师他们的代号是冲鹤 整编第8旅 他们的代号是冲林 整编第36旅的代号是冲飞 整编第198旅的代号是冲共 那这些代号呢 都是为了表彰 或者说纪念54军在滇西大反攻的战功 那总之呢 在美军的协助之下 54军的火力上了好几个台阶 而且训练是全部按照美式的标准 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建策合格 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战力十分威猛的整编54师 然后呢 他们在1946年的6月 从广州透过海运调到了山东的青岛 接下来一路打 打到了1947年11月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 整编54的师部 还有第8旅三个团 第36旅两个团 在11月7日全部都进入到海洋 那其中呢 第8旅他们驻扎的地点是在海洋的外围 主要是在神通山 靠预防点这一带拱卫师部 那这个时候呢 整编54师另外一个旅 第198旅 他们是驻扎在青岛 整54师从11月8日要撤离海洋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遭到阻击 虽然没有打出去 可是第8旅 他们也立刻夺取了海洋北侧的部分高地 边阻阵地 到了11月9号 周知监说 整54师企图攻打北面的御环顶 没有成功 这边是周知监的说法 他的说法这样算准确的吗 中央日报刚好也有登了这条新闻 他说海洋的国军呢 连日殲灭了13众2000多人 9号当天 共军的主力退守到海洋外围的御环顶 这些地方跟国军继续的对仗 两边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 对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整边54师因为北面打不出去 所以就改打海洋西部的走栏 结果呢也没有成功 接着双方就开始对峙 到11月12号整54师一次性的投入了五分之二的兵地 两个团强攻御环顶 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要强攻御环顶 那个时候人在海洋的一位54军的老兵 王淳峰 就是这本书我们之前有提过一次 我真的觉得里面有蛮多料的 他觉得在第一时间其实并没有奋力的突出 而是奉命固守待员 各师部呢在原地构筑公式 挖掘外号 过了几天 王淳峰讲 他们又奉命自行突围 可是共军在这几天呢 已经把道路全部都破坏 所有的重装备车辆都出不去 最后更糟糕的是还下雪了 态势越来越不利 这样听起来 造就整个死地的因素 好像是越来越完备了 因为在青岛的198旅 奉命北山救援 他们到达一个叫做金口的地方 遭到了围点打员 整个受阻 而且还被包围 湾林云的枕边第九师 他们也负名去救金口的第198旅 结果呢 也在中途受阻 被困守在一个地方叫做朱阳 这样听起来 这个围点打员做的很确实 因为援军没办法到来 圈和圈看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所以在11月12日 他们才发起攻击 而且一开始是 曹玉帆鼎作为主攻方向 对于这段的攻防 台湾过去 比较有具体描述的 大概只有打过登部岛的李向成将军 他那个说是 整五十四师第八旅 22团第一营的营长 执政局口述战士汇编 第二册里面有留下 他比较多的口述资料 不过呢 因为时间序的关系 我不是看得很懂 所以玉帆鼎这一段 我们还是用王春风的这一本 这位五十四军的老兵王春风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整边五十四师第八旅 组成了一支一百五十名的赶死队 配合部队攻击 要夺回玉帆鼎 过程中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 叫做汤文兵 他在整座白雪的山头 毫无掩蔽的情况下 一路往上攻 过程中他的肩膀重弹 然后又被自己炮兵所发射的烟幕档 半个头部都被烧伤 可是他还是奋勇的前进 射杀了山顶的几名共军 最后攻下了玉帆鼎 事后青岛有一家日报用红字的标题写 奇迹奇迹 欲翻顶 模范英雄 汤文兵 至于他本人 那一天他也参加了突围部队的攻击行动 要突围之前 必须要先摧毁十三众的碉堡 王春风说他是火箭筒射手 以非常危险的距离 大概是150码的近距离开始射击 虽然十三众没有回击 可是他被北风吹回来的火焰 烧到了脸部还有手腕 整个行动虽然占领了一些阵地 可是欲翻山确实很快的得而复失 突然增加自己部队的死伤 听到这边 感觉起来五四军真的有很多敢打敢冲的老兵 那周之间他则是说 五十四师他们那天的攻击行动 战术手段是比较高明的 用了五分之二的兵力 两个团 兵分三路争夺欲翻顶 那一路是从神通山的正面进攻 一路是从东面向东穿插 威雪欲翻顶的后方 才打到中午 威翻顶就失守 而且居高领下 可以用机枪压制十三重的阵地 发现其实这些事后复盘的描述 他们都比较持平的去正常的论述他 对 可惜就是两片日期真的就是差距太大了 对 总之周之间他立刻下定 三十八师的师长张怀忠 我们前一集有提到他 无论如何一定要夺回威翻顶 并且配给他两门榴弹炮 接下来在炮兵的资源还有压制下 十三重三十八师 113团的步兵向前推进了 开始进行仰攻 到了下午三点 重新夺回玉环点 并且开始要攻更靠近海洋的神通山 因为只要把这里控制住了 整边五十四师在海洋城内就只能挨打 那缺汉千对这一点也非常的明白 玉环点没有打下 五十四军要靠自己的力量突围 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 只有坚强固守等待援军 这时候怎么办呢 难道是要立刻出动海军 赶快把他们接走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动海军 因为贵永青是在11月21日 奉蒋介石致命到青岛 开始竞选海运的一些准备 那缺汉千在这段时间 他知道神通山对五十四军的重要性 所以要守神通山的整八旅 第二十二团加强碉堡攻势 据说上面密密码码的有三百多个 好像蜂窝一样 而且多半是位在反斜面 蜂窝状的堡垒已经在等你们了 这样子十三众要打神通山 听起来应该是蛮辛苦的 接下来十三众在11月17日 开始对神通山开始进攻 他们其实第一次也没有成功 对于这一段李向成 他提到周之间企图 以一点突破左右席卷的方式 要企图殲灭枕边五十四师 所以十三众在17日的防分开始炮击 然后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进攻 两个小时的战斗 守在神通山的第八旅 二十二团第二营 张王过半 则好退守 他说全军政经 这个时候呢 他是用全军政经来形容 神通山的重要性 其实可想而知 本来就已经进入到死地的缺憾迁 这个时候他下令22团的团长王生敏 立刻夺毁 否则依君法论处 那这位王生敏呢 其实就是后来一江山的王生敏 这就是我在那个部校收放假必经的王生敏路 那位王生敏 我们似乎都不太清楚 这个王生敏他其实有参与到这一段 是 只知道呢 很少被提到 对 只知道他在一江山的壮烈市集 其实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生敏是属于西北湾湖中南的旧部 他是在1944年 就是日本以后作战 汤恩伯的大军在河南惨败 然后日军一路南下 重庆震动 所以那个时候蒋介石抽掉了湖中南的部队 到云南 大西南这边 看穿胜利 整编五十四师在1946年6月 从广州运抵到青岛 王生敏也因为作战勇敢 在山东被提拔为第八旅22团的团长 交通战役之后呢 王生敏也跟着五十四军到东北 1949年初被打作为副市长 那之后呢 第八师撤退到上海 王生敏跟着部队从上海到了台湾 那因为湖中南在大西南暂时告急 所以王生敏又犯下了台湾1984副市长的位子 跑到四川成都追随湖中南 担任了1350的副市长 那后来呢 跟罗列 这个我们将来一定会提到的 跟罗列在大陆打到最后一刻 那死底逃生又跑到了香港调警地 到了1950年 他才辗转回到台湾 1951年 王生敏他再度追随化名秦中县的湖中南 到了1954年他担任一江山地区司令 这真的就是一个死地 那这一段历史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做的第113集 同岛一命一江山 所以说呢 王生敏在守一江山之前 他其实早就见识过这种惨烈的战争场面 是 而且呢 他是一个还在海洋被下过 如果没攻下就军阀论处死命令的一个军人 所以后来王生敏他接受了守一江山的任务 那后来有一些传言 如果我们看王生敏他过去的这些经历的话 可以发现到说他这种事实如归的精神 应该是一贯之道 那我们还是拉回来讲 根据李向成的叙述 神童山的争夺战是发生在11月17号 那一天呢 他们的第八旅22团第二营呢 被打出了神童山 李向成他的第一营是团预备队 他下面第一连去增援的时候也一并被击溃 第三连因为要负责守备团部 没办法调动 王生敏立刻命令李向成 直接率领第二连 还有机枪连两个牌 去恢复神童山的阵地 这真的是要他做好有去无回的打算 这一场神童山的争夺战 其实是相当的惨烈 在周之间的回忆录 就是这本书 真龙岁月 他里面有特别提到 这个是他在高东战役以来 又一次最激烈的战斗 他说我们打得十分英勇 敌人也是十分的顽强 然后他也用有点遗憾的口吻说 神童山被第八旅很快的又夺回 这使得他们没有机会用炮火控制海洋城内 也让五十四师跑得出去 真的打到像这样子的场面 连对手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是 这是一种英雄喜英雄的一种感触 这也证明了 五十四军不愧是有虎啸之名的荣誉部队 整个过程究竟是如何有多惨烈呢 可以让周之间说 这是他打加东战役以来最惨烈的一场 李向成说 团长的完生民给了军令以后 他也没有多加考虑 立刻触发 这个时候十三众的炮火 是朝神通山之后延伸射击 因为夜色昏暗 炮火横飞 情况非常的混乱 那这个时候又是北方的冬季 雪花纷飞 所以他决心要先攻占神通山东侧的小高地 计划再夺回神通山的祖风 那在接近小高地的时候 他率领的第二连立刻发动攻击 因为夜间行动 双方禁忌率的接触非常的近 第二连伤亡很大 我们知道部队是用养工的方式 必然会遭到很重大的打击 第二连因为伤亡很大 散兵很快的就退回到营部附近 李向成说 他立刻制止不准后退 并且大声的告诉第二连的连长 立刻给我攻击前进 否则立即枪决 在残酷的战场上 士气军心得靠各种方式维持 这其实也是一种 不然就溃散了 所以第二连立刻发起了第二次的攻击 连长受伤 然后部队很快的又退回到原地 李向成说因为跟共军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这个时候只要后退就是败王 他只能不顾一切手持冲锋枪 亲自带领营部的官兵 机枪连还有第二连剩下的士兵一起冲锋 他说他用冲锋枪扫射的机枪阵地两座 其他的官兵也蜂涌而入 一场混战之后第一阶段的目标达成 接着李向成他们朝神铜山推进 才到了三腰就遭到了强烈炮火阻击 权限退回到了东侧的小高地 可是这个时候 整五十四师的炮火也提供了资源 猛烈的炮击神铜山 十三重的三万也非常的惨重 这个时候他的第一营 现在只有剩下一个连的兵力 实在是无法进攻 我们知道一个连加上火力组 顶多就是百来耗人 要去攻一个高地下来 这是该怎么办 李向成说这个时候 军长缺焊迁直接用电话告知 他说李银长 你知道神铜山对我们的重要性吗 神铜山太重要了 我现在在增加炮兵的火力 支援你 那献你马上攻占 否则军法从事 手边握了这样子少少的兵力 真的是欲哭无泪 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上 李向成说他判断神铜山 现在十三重还有两个营 自己却只有一个点 兵力悬殊 实在是没办法达成任务 可是军长师长还有完生民团长 他们的电话接一连打过来 缺焊迁最后更挑明的说 如果你今夜攻不下神铜山 明早立刻将你处死 前有然后有虎 换做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抉择 李向成他的佛术里面讲到说 他最后决定牺牲 也速度动念 想要举枪 李向成考虑之后 他最后还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迎接挑战 他召集班长以上所有的干部 说明神铜山对五十四军的重要性 然后对大家说我们要勇敢的战死在神铜山 也绝对不可以死在自己长官的军阀制裁下 在即将天亮之前 他用重机枪连的四挺机枪 先占领右方侧翼的高地 然后开始自己率领第二连 由左翼趁着夜色秘密接近 并且严格规定没有到必要 绝对不可以开火 才到一半 刚好副营长率领的第三连也抵达 这个时候他们兵力就比较多 而且是这个变成了第二连的左翼 这两个连同时并紧 快要到接近阵地的时候 结果被发现 瞬间手榴弹还有机枪 交织投射 他看到自己的弟兄硬身倒地 而且有散乱溃退的现象 这批人顶着这么猛烈的炮火 不断的前进 到这种情况之下 情绪动摇是难免的 李向成说 他那个时候立刻下令 地义营的所有号边 推起紧急冲锋号 大声喊杀 快速向前冲去 那他自己也手持冲锋枪 这个带头 共军则是参促应战 这听起来就戏剧性了 本来是即将溃散的士气 突然间情势和士气都逆转 对 十三众会这么大意吗 该不会又是后续的 这个报道去认识出来 这个在周知间的回忆录里面 就是这本书 《振动碎叶》 它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它说神童山的工坊 是典型的三帝争夺战 可惜的是 胜利之后 他们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 使得前面的牺牲 全部都变成炮疫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放缓 接手的营指导员轻忽麻痹 不知道重要性 只有一个牌先上去 麻痹轻敌 也就是说 李向成提到的共军仓促应战 的确是符合实情 李向成供入之后 他发现到第二十四团 有一个营 有营长杜之奎来率领 也在他的左翼发起进攻 西战的一个小时 终于恢复了神通山 总共呢 俘虏的共军大概有十三众 大概有八十多人 那他也发现 神通山正丸的 这些十三众士兵呢 大部分的三丸 都是被榴弹炮给击毙的 这段神通山攻防 真的是有血 有泪 还有带一点幸运 这边有一个疑问 崔汉谦 王生民 他们都对李向成下达了 军阀处置的死命令 这个时候 刚刚最后提到 突然天降神兵 又冒出一个迎来 李向成有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 他说本来守在神通山的 第二营溃退 可是呢 第四年的连长 叫做任剑雄 任连长呢 依然守在神通山 左侧三路的阵地 所以才能够使 二十四团杜之魁的 这个营呢 顺利的向前推进 所以李向成特别的说 任剑雄连长呢 实在是功不可没 这虎啸部队呢 其实真的很强悍英勇 我们看到 包括中下层的军官 他们的意志跟决心 是令人佩服 周志坚说 神通山得而复失 使得他们居高零下 打海洋的计划落空 那李向成则是说 接下来就是海军开始来抢救 那这一集时间 因为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只能留到下一集 那在这边呢 我们再次的说明一下 因为时间久远 再加上当事人的回忆 其实都一定会有落差 还有我们准备的时间 其实相当有限 所以对于有些战斗的时间 它的这个细节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一一的厘清 那所以千万不要用过高的高标准来衡量 那如果有清楚的朋友也欢迎帮我们校正回归 那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在做54军的时候 也可以再重做一起 老谈这集呢 一开始就提到了 是用麻花卷来形容海洋的撤退 跟蓝洋战役之间的复杂关联 他呢其实是喜欢用这种 两岸搜集到的资料 把血腥的战斗过程 交织的像麻花卷一样 虽然呢历史是残酷的 但是呢过程却是充满了人性 让好朋友们呢 希望可以持续的看下去 听得尽兴 接下来 大家期待的海军要登场 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这边呢其实也是要 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又有 大概11位左右的好朋友们 加入了我们的会员 那老谈他其实也是在 很用心的正在准备我们的会员 频道里面的影片 请大家再敬请期待一下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台湾度新闻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直屈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底下 跟我们留言交流 另外呢你也可以使用Podcast收听 欢迎大家到Apple Podcast上面给我们留言 跟五颗新的评项 再次谢谢老谈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